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子机使用教程 1.机器使用前的安装 收到机器后 打开封闭木箱 解开车锅 安装输送带 安装输送带时 紧防固定丝夹住输送带 调节输送带松紧 接通地线 调节输送带前面两个调节丝 输送带松紧度不宜太紧 输送带正常运转为宜 打开成型控制开关 查探输送带运转是否正常 2.开机前准备 检查各个紧固部位螺丝 在运输过程中有无松动 启动成型控制开关 取线盘 承细盘 输送带 逐个刷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开关 模具的选择 本机出厂佩戴三套模具 37号 42号 46号 37号模具可加工连皮带线40克以内的包子 42号模具可加工连皮带线70克以内的包子 46号可加工100克以内的包子 如需加工超大或超小的包子 请联系厂家配发特殊模具 3.开机操作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模具 接下来我们以50克包子为例演示 拧上42号线管模具 将活好的面放入面仓内 打开工面开关 按照视频操作 将机头充满面 让工面系统正常运转一会儿 让工面系统正常运转一会儿 关闭工面开关 将面皮模具装入系统 打开成型控制开关 旋转调速开关 一般新手操作建议速度开至30左右 成型系统是整机的工作效率 打开工面控制开关 旋转调速开关 调至20左右 现在 工面系统与成型系统 配合生产出包子皮 也就是第一个 称一下重量 根据自身要求 调包子皮大小 以50克包子为例 包子皮30克 线20克 如果现在出来的包子皮重量小 顺时针旋转工面调速开关 将工面速度加快 然后代成包子皮重量 一直调到要求的包子皮重量 此过程不浪费面 出来的包子皮 可以放到面仓继续使用 调好包子皮重量后 关闭成型与工面系统 将调好的线倒入线斗 打开弓线开关 顺时针旋转调速开关 凌智20左右 用手堵住线口 将线管内空气排出 手感觉线已出来 而且有压力后 关闭弓线控制开关 然后依次打开 成型控制 弓面控制 弓线控制 包子出来后 称第三个包子重量 如果没有到50克 说明线小了 全转弓线调速开关 根据重量差距调数值 然后再称 一直调到要求的重量 捷出 4. 机器的清洗 拧下机头圈 单独打开弓面控制开关,将面仓余面出完,然后关闭弓面开关 单独打开弓线控制开关,将线斗内余线出完,然后关闭弓线开关 拆下弓面与弓线部位清洗 拆下弓线,然后关闭弓线,然后关闭弓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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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包替Mach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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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包子裂口 1.和面时水分太少 2.陷的水分太大 3.面醒发的太大了 机器做包子要在面完成醒发之前做成包子 然后醒包子 解决包子裂口最快而且有效的办法就是打开机头圈 单独打开弓面控制开关 用弓面装置把面揉一遍 然后装上机头圈再开机架工 3.包子掐不断 调整成型块形成 抽开成型盘边上的曲线盘护照 松开中间固定丝 右边的顶丝松一圈 左边的顶丝紧一圈 紧固中间固定丝即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